字幕提供 喂!人類! 茶沒了! 再去吃一壺茶來! 喔!好的! 稍等一下 嗯! 難得人類界有這樣好喝的東西 哈哈哈哈! 始祖當然喜歡就好 不是啊! 這個始祖怎麼隨隨便便就跑到人家家裡 還像看黃胎號一樣使喚別人 我決定了! 以後你就是我來人類界的泡茶小弟 泡...泡茶小弟? 寶貝! 始祖當然是在跟我講話嗎? 我常常一個單哥才有視頻到的主角 居然潤外泡茶小弟 怎樣? 不願意是不是? 我願意我願意 泡茶而已嘛 小case啦 這樣才對嘛人類 再去煮一壺開水來 是順便 算了 我要往好的角度想 如果真是一族創始之初 沒有始祖他們的努力 真是也不會出身在這個世界上 這樣的話 光始祖都要喝茶也不算什麼 對了 還有一件事 我很不滿 慘了 又有哪裡惹到他了 為什麼你新出了LINE貼圖裡面 明明有40張貼圖 卻只有一張是我的圖 而且 還是這種看起來很兇的表情 我最好是有擺過這種欠扁的表情啦 給我刪掉喔 你現在就是這種表情嗎? 先不說這個了 始祖達人 您突然來訪 應該不是為了喝茶吧 想必是有什麼事要找我們 算你聰明 我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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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要怎樣 才能跟人類男性交往 突然像個小女子一樣消瘦了起來 好不習慣 我當初信誓旦旦的說 想要跟人類男子交往研究 但是我沒有交往經驗啊 我在25歲的妙齡 就把自己封印在石門裡面 所以 這不能怪我吧 嗯 這的確也不是你的錯 對吧 對吧 總之 先把你認識的單身男人 都給我介紹一下 蛤 我認識的男生啊 你該不會每個都要交往一遍吧 不用這麼麻煩 你給本始祖看他們的照片 我就能在腦海裡 看出跟他們相處的過程 原來是這樣啊 那就簡單啊 我思考一下 嗯 慘了 最先想到了 居然是這兩個小廢物 不行不行 把這兩個人放在後補 非必要不要讓始祖知道 先給始祖大人看比較優質的好了 始祖大人 這是我朋友王大利 人很nice 身材也是一級棒哦 唉唷 看起來蠻帥的 又有肌肉 感覺很可口呢 那就讓我來看看 跟這個人類在一起的樣子吧 寶貝 要不要跟我一起 灰灑汗水 努力向未來賣進呢 哇 好壯啊 想不到人類之中 也有這種雞幽骨 嗯 我會努力的 唉唷 感覺是個認真負責任的人呢 有點心動啊 對吧 他人真的不錯呢 我再看一下 和他相處久了會變成怎樣 寶貝 寶貝 還有五十下養活起座啊 不要再偷懶了 你不是答應我半年內要練出腹肌嗎 只有現在都一年了 可 可是我想去看電影 沒有時間看電影了 練完腹肌我們還要接著練二頭肌 還有三頭肌 背擴肌 斜方肌 五十頭肌等等的肌肉都要練 來 我繼續幫你數五十下 我們繼續加油 我不要啊 肌肉好痠 我看王大力 還是算了吧 蛤 為什麼 王大力不好嗎 不是不是 是我不想變成肌肉女啊 喔 喔 好吧 不勉強不勉強 那換下一個 這是我們古文老師陳老師 他幾個月前剛分手 人很幽默 長得也蠻帥的喔 不錯啊 帥倒是其次 不喜歡幽默的男人 那我趕緊來看一下吧 我 我知道他為什麼會跟前女友分手了 蛤 為什麼 他 他好像 喜歡 男的 真假 你再開玩笑吧 嗯 小心點 小心什麼 沒事 欸 還有沒有其他別的男人啊 不管好壞 都推薦一下吧 怎麼辦 好像還沒有別人認識的可以推薦啊 該快這麼快就讓我們兩個上場吧 欸 等一下 你怎麼三次就滑起我的手機相簿了啊 喔 這個人是誰啊 感覺很不錯啊 你怎麼不推薦給我 面對看到白蛋照片的始祖 蛋哥會怎麼做呢 還有這兩個小廢物 到底有沒有機會入始祖的演呢 敬請期待第二集囉 哈囉大家好我是蛋哥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加訂閱喔